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 在这天 文件会将位在景美的军事法庭更名为台湾人权景美园区 经过整理与修缮后重新开放 并且也举办感恩嘉年华会系列活动 让民众在参观人权园区的同时 能够了解过去白色恐怖的人权历史 也让民众体认自由与民主的可贵 文件会主委翁金珠表示 陈总统、李秀莲、副总统、军事的这个园区 说这个园区是在危险时代 它扮演的这种角色非常的重要 绝对不能让它拆除 一定要保存下来成为人权教育国化园区 来推广台湾人权教育的工作 所以陈总统在2004年 指示文件会进行保存修复以及再利用的工作 本次开源活动主题为建政与感恩 除了提醒国人不能忘记这段人权奋斗史 也邀请10日的政治受难者 和国际救援人士一起参与纪念仪式 我们把景美人权园区奋斗成功的过程 和我们在走民主政治的过程 坎坷起去但是到最后终于完成它 是同样的过程 所以心里是感触万端 为了赋予景美人权园区新的象征意义 特别请卷学义建筑师设计新的入口意向 白歌广场 象征着禁锢与解放 他表示 这个围墙本身象征着过去威权的压迫 但是同时也变成一个穿过威权象征的 最高检察署的一个旧的建筑 景美人权纪念园区未来将开放作为人权研究 并且成为文化再利用的空间 运用各种的展演空间 为国内增添一处创作 展示 演出 休息 休息的文化空间 文件会媒体公关组台北报导